我最终吧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先定一个小目标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残疾朋友的时候 他不再关注只是关注残疾朋友的福剧 因为在我看来关注福剧其实是关注我们的悲痛 关注我们的不能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更多的如果他关注的是我这个人 那他其实看到的是我的潜能 看到是对我的支持 让我们残疾朋友的潜能发挥的更多 早上九点多唐湛新来到位于北京西三环附近的惠爱大厦 这里是他上班的地方 乐观 开朗这是所有人对他的第一印象 大厦的八层是北京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 唐湛新是创始人之一 在很多脊髓损伤者看来 这里是真正的希望之家 帮助他们就实现生活自理这一件事就900多人 为职业技能培训我们是2500多人 这其中在我们机构实现就业增收的 因为劳动拿到钱的有700多人 娴熟地操控着轮椅 唐湛新穿梭在各个办公室 事实上如果不是2004年的一场意外 他原本不需要掌握这些技巧 当时在德国顺利拿到硕士学位 前程一片大好 却在毕业旅行时出了意外 造成脊髓损伤导致瘫痪 那一刻唐湛新觉得他被世界遗弃了 因为头几年我根本不想跟外界接触 不想让大家知道我还不能站起来 我还是一个瘫痪的状态 但唐湛新的父母却始终没有放弃 中医西医理疗康复 三年间光银针就用掉了几十万根 却仍然不见起色 一次偶然的机会打破了唐湛新心中的尖兵 当时的确我的各种移动都需要人抱 比如说从床到轮椅上 从轮椅到坐便器上 车到轮椅上都需要人抱 从车上到轮椅那一刹那 他可能也因为没有站住 所以我俩就摔到地上 刚好看到他眼角周围和那个白发 我还是很感动 这也是一直激励我坐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 唐湛新决心改变 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生活自理 还顺利找到了一份工作 成功回归社会 脊髓损伤者二变管理很重要 卫生用品 止尿库将伴随其终身 虽然单体很便宜 但用量庞大 有些患者为了省钱 宁可少喝水或者不喝水 关注到这一情况 2013年 唐湛新给北京市长信箱写了一封信 反映了这个情况 半年以后 北京市的所有的脊髓损伤残疾朋友 全都是享受了免费的卫生用品配发 2016年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政策 政策就是 所有有施禁问题的残疾朋友 都可以享受这个惠民政策 这一举动帮助到了北京上千名商友 唐湛新十分开心 他希望帮助更多的商友自立起来 2014年 他和另外几名商友创立了 北京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 14年的6月份开始做 一直做到15年的10月份 完了我们就出了一个380个站的 380个站的这种手册 而且我们机构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知识 就是全部开放了 所有人都可以到网站上去下载 2020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中标了这个 北京市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的残疾服知识手册 这个项目 所以当时我们就花了 11个月的时间 把这本手册编写完成 我们还为冬残奥会 整个3000多个无障碍的点位 进行了度导体验服务 我们机构的这些残疾小伙伴 从最初到中间的施工 到最后的验收 每一个站点至少去了三趟 有一些都去好多趟 十几趟 我们只是承接了它的冬残奥会这部分 当时我们就建议 能不能把波斯菊架进去 因为波斯菊是一种 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下 都能够绚丽开放 能够生长的这么一个花 所以我们觉得这就是反映了残疾人的品质 没想到奥祖伟和那个恒远祥都通过了 所以最后冬残奥会的话 比冬奥会多一类花 就是这个象征着残疾人自强不惜品质的波斯菊 当时一共是组织了 北京市十个城区的150多位残疾朋友和家属 当然还有志愿者了 是从十月中下旬开始做 交付是在一月中旬 三个月 503树 每一树都一万两千多帧 所以 那个630万帧呢 通过这样的项目 让我们的更多的技能能够服于社会 不仅服于残疾朋友 服于整个社会大众 它不仅仅仅是残疾朋友受益 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 整个社会都在受益 从帮助商友生活自理培训 到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再到实现就业增长 还将商友的作品带到了故宫展出 唐湛新还是觉得不过瘾 他还有更大的野望 我现在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希望以后 整个社会大众和残疾朋友 能够去破圈 就是在我过往的认识里 包括我个人的经历 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残疾人和健全人 生活在两个圈里 所以我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这个圈一直都融合在一起 其实我们需要关注 但是我们可能不需要被溺哀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潜能 只是说我们的潜能发挥的同时 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